各位,在上周五的科科有譜,我出了兩條題目 一條題目是解釋X等於2,而X是一個幅數 另一條是魔方加幾何圖形的問題 那些圖形會放在梅宿上,大家可以在那裏下載,然後來求解 要求的是,這裏有九個圖形,這九個圖形要擺成一個三乘三的魔方 使這裏打橫,打直,或者對角線都可以砌成一個正的四方形 這個題目,為何解釋這個難題呢? 這裏先給大家一些提示,我今天不會給大家一個提示 在星期五,我會更新這個視頻,把答案放在描述 所以大家可以在這裏下載,描述到這裏下載的答案 首先,先給大家解釋方法的一個提示 因為大家要求解魔方的答案 如果大家純粹從幾何方法來做 教裁造形狀是十分困難 因為這裏有九個圖形 其中三個,任何的可以在內裏 都可以砌成一個正方形 而總共這裏有八個不同的正方形可以砌出來 因此複雜程度非常高 要解释这个方法,有些是可以用逻辑方面,容易做到一点 大家首先会留意到,这些图形上有些很小的四方形,这是一个尺寸 首先第一件事要做,就是数一数,每一个图形到底有多少面积 因为我们最终都是球解出来的时候是一个四方形 所以你数一数这些面积之后,知道了总共这九个图形有多少面积 然后将面积的除三,会得到每一行或每一栋对角需要的面积数目 而你也会知道每一个图形的实际面积是多少 那么将这些数字,用幻方的方法来把牌理好,就可以有答案 所以,现在我给大家提示了,大家可以去求解了 正如我所说,现在大家在描述的时候,就会看到这九个图形的下载地址 大家可以下载地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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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可以下载地址